- 期望過後 現在探集最多好 投資朋友應該看到 我為什麼沒有戴口罩 因為他怕我嘛 我為什麼不怕他 因為我打了疫苗了 就鼓勵大家趕快去打 也這個樣 但是最重要是行情怎麼變鈔票 現在行情我也觀察很清楚 這行情剛開盤不是一口氣下來了 它是一個又什麼又空 又往上就上上下下 不是一口氣下來的 當你後面看它是一口氣下來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看 大探集期貨系統就是我們結算 他的系統怎麼把我們計算 這個行情怎麼樣把行情 變鈔票放在口袋裡面 我們把時間還是交給他 是的 謝謝玫瑰姐姐 恭喜玫瑰姐姐去打疫苗打好了 那現在他已經基本上 有產生這個抗體 那當然呼籲這個投資朋友 趕快去打疫苗 那結帥也正在排隊當中 好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的七月起子的行情變化 今天七月起子的行情變化 其實不是一口氣就跌下來的 剛剛玫瑰姐姐有講過 早上他是經過了整理洗盤之後 才往下灌殺了 238點這裡最高價17716 這裡最低價17478 那我相信在今天早上還沒跌下來之前 投資朋友看了這行情 基本上你的心情一定是起起落落 這是做期貨的人每一天 在看行情變化的時候會有的一個心情 所以我經常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當你在做這個期貨這個金融商品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它的特性 期貨這個特性它就是屬於一個非常活潑的金融商品 什麼叫活潑也就是說它可以在一分鐘之內 上上下下震盪 有時候高達一兩百點都會常常遇到 因此期貨難在什麼地方 你必須要用最短的時間 去做出一個最正確的判斷 畢竟它速度實在太快了 所以在這裡很多投資朋友 其實基本上不是很了解這個期貨的情況之下 你要是去碰期貨你就會發現 運氣好的時候你會賺得很快沒有錯 但是如果長期下來你靠運氣來操作的話 你可能會一敗塗地 為什麼 因為用運氣操作期貨就形同 用賭博的方式來做期貨 我相信你怎麼贏的你都不曉得 你怎麼輸的你也糊裡糊塗 因此我要告訴親愛的投資朋友 在沒有找到一個好用的方法之前 我奉勸大家還是多看少做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穩健的 把行情變成鈔票呢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個你一定要找到對的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不能太多 為什麼 因為當方法太多的時候 你一定會面臨到不知道該使用 哪一個方法的這種窘境 所以我經常講觀念一定要先對 戰勝齊全市場你真正需要的方法 就是要找到一個明確 而且固定的依據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當你找到一個固定的依據的時候 每天就按照這個依據 你才有可能穩健的操作嘛 來農產業說來到這個金融市場 大家要買的是什麼 穩健的獲利嘛 你不要告訴我你不是要穩健的獲利喔 你要的如果是穩健的獲利 那你的方法如果換來換去 定定是不會太多招逼 你為什麼要穩健 所以第一點 沒有方法這倒是出局 因為沒有方法就頂著在擲盤 這倒不行 不如不要做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方法太多了也不要做 為什麼 方法太多你絕對會因為不知道該使用哪一個方法 常常做錯 所以在這裡我要告訴大家 真正正確的一個方法就是要找到一個固定的依據 你才有可能簡單而且穩健的操作 你看結帥喔 我結帥每天來講這個期貨啊 我有沒有跟你換來換去 沒有我每天講的都是這個系統有沒有 昨天也是講這個系統 今天也是講這個系統 明天以及未來我還是會講這個系統 這就是我們明確而且固定的依據 而且我的指標有沒有很多 沒有喔 我們就看一個指標叫做碳極當中指標 這個碳極當中指標 我們採取三分鐘指標 為什麼是三分鐘 三分鐘指標剛好符合期貨的特性 期貨的速度很快 如果你用十分鐘 三十分鐘 我跟你說不會負責了啦 你用十分鐘三十分鐘 通常都跌了大概七八十點 它才開始叫你做空 或漲了七八十點 它才開始叫你做多 那我請問各位 你的買點都比別人高七八十點 你的賣點都比別人低七八十點 你是要賺什麼 最好賺的那一段都給你浪費掉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用三分鐘我認為是最適合的 那這個三分鐘指標 我們的會員朋友就沒有選擇的困擾 那當然現在有日盤也有夜盤 通通都可以做 都按照這個指標就好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的行情 那當然我們這套系統 清除簡單容易上手 你絕對一看就會做 那到底怎麼做咧 來 我的方法每天都一樣 跟著碳極箭頭來進場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還有第二種方法我等一下會講 大碳極系統 跟著碳極箭頭進場 當箭頭告訴你 出現向上的訊號的時候 你多單就可以直接進場 不要想 不需要想 期貨沒有辦法讓你想太久 因為想太久的時候 行情已經走過去了 所以看到箭頭向上你就做多 看到箭頭向下你就放空 這判斷的方式真的很簡單 那停利提醒出現的時候 我們這套系統會帶你進 就會帶你出 這個叫帶進帶出 一個好的系統 基本上它要帶進又帶出 就像一個負責任的老師一樣 要帶你進場就要帶你出場 畢竟一買一賣 它才是一個完整的交易 帶進不帶出這絕對不行 這絕對要打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 夜盤到今天的日盤 我們所有的交易訊號 全部做一個揭露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能不能賺錢 這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到今天 總共有四個交易訊號 來這裡叫做箭頭向下 親愛的投資朋友 當箭頭向下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了要幹什麼 要做空 來導播請拉進 我讓大家看一下這是不是箭頭向下 很清楚嘛 這個箭頭向下嘛對不對 那箭頭向下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要出場咧 這個地方出現了 停利提醒來導播可以拉遠 這個停利提醒對做空來講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支撐 在技術分析裡面 我們都知道支撐叫做低點 壓力叫做高點 支撐壓力這大家聽到沒聽 所以做空停利看支撐嘛 這裡放空這裡支撐補掉 178點 有夠簡單的 昨天的行情 美國股市跌了500多點 我們台北股市 夜盤也跌了1-200點 所以在這裡 你有一大段行情 可以把它變鈔票叫178點 今天早上沒有錯 它行情在這個上下震盪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訊號稍微多一點 打不拉近 先是做空再做多再做空 那當時這個 因為行情並沒有很大 幅度並沒有很大 所以這兩個交易訊號 沒有什麼賺賠沒關係 但是這個跌下來 這個交易訊號一定要抓到 最後一個訊號它就是放空 各位你可以看到這個放空 訊號跌下來之後來到這個低點 在這裡 來到這個低點它叫109點 這個109點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鈔票 所以我常常在這個金融 常常在電視台上跟大家講 你當觀念正確的時候 不管行情怎麼變化 你用同一個方式 每一天都可以成為贏家 你看結帥每天有沒有換來換去 沒有嘛 我有沒有說今天用A方法 明天用B方法 沒有 我有沒有告訴你 今天用這個指標 明天換那個指標 也沒有 我們都用同一個指標 所以為什麼我敢每天 驗證給大家看 因為它就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一個正確的方法 它必須要能夠經得起考驗 什麼叫經得起考驗 要能夠每天在檯面上 公開的揭露給大家看 真的能賺錢 它就是一個好方法 不是嗎 好 這第一個方法就是跟著箭頭做 箭頭進場 然後星星出場 這個叫進場 這個叫出場 這個叫進場 這個叫出場 這個很清楚 109加178等於多少 287點 好 再來講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我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這所謂的碳極星星 碳極星星在技術分析裡面 叫做支撐跟壓力 什麼叫支撐什麼叫壓力 好 當多單停地提醒出現的時候 這個代表壓力點來了 那請問各位壓力點是高點還是低點 大家都知道壓力就是高點 壓力是高點要幹嘛 當然就不要再做多了 你就要去放空了嘛對不對 怎麼可能在高點做多會賺錢 三頂上完沒有人會贏 那再來 那空單停地提醒代表支撐到了 支撐到了代表是低點 那底部進場不贏也難嘛 所以在底部要幹嘛要做多 這技術分析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們把技術分析 灌在這個軟體裡面 你就會發現 真的很好用 來你來看一下 這是剛剛你所看到的畫面 這張 我把它換另外一個方式呈現 來這裡從這裡做空到這裡 這個是不是叫支撐 沒錯吧 這支撐剛剛講要補掉 這個支撐補掉之後 還真的彈上來 彈上來這一段不要浪費 你可以幹嘛你可以做多 所以昨天其實在夜盤裡面 美國股市雖然跌得很可怕 但是其實你要留的是多單 因為它殺夠深 它殺夠深它就會反彈 來各位 這一段你留多單的時候打破拉鏡 你可以把這一段行情變成83點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這裡出現箭頭向下 你這個多單留了 它告訴你要賣你就賣 就83點 那今天早上第一段低點來到這裡的時候 基本上其實你可以做一段 短多單 這段短多單其實就是看這裡 這個叫停曆提醒 這裡叫停曆提醒 這個停曆提醒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抓到75點左右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說到底在今天下跌的行情裡面 能不能逆勢做多可以 但是有方法 譬如說你必須要在這裡要做多 在這裡做多那邊哪裡矽 它反彈七十幾點 你隨便賺個幾十點也有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說 要做逆勢單 你必須要能夠真的抓到底部 或者是抓到頭部 頭部你就要去做放空的動作 那底部你就要去做多的動作 那當然過去有很多投資朋友 跟曾老師反映一件事情 老師其實我也用過很多套軟體 可是我卻是一直沒有辦法賺錢 你這套軟體能夠真的讓我賺錢嗎 我告訴大家 你不能賺錢一定是有原因 來各位 因為你用到是不能實戰的軟體 什麼叫不能實戰的軟體 你的模組這麼多 有這麼多指標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到底要看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你的老師真的很準 沒有錯 那是因為他永遠只挑對的講 這麼多指標 他挑一個對的出來講 並不困難 可是事實上 你根本沒有辦法跟他同步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的軟體現在如果有很多指標 你的老師絕對永遠在電視上 只會挑對的那一個出來講 可是你不見得會跟他同步 所以你被騙了 就是因為你被騙了 你才賺不到錢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的大探戟系統 結算有沒有辦法騙你 沒辦法啊 每天都用同一個指標怎麼騙你 那真正真實呈現 完全揭露 跟會員看到都一樣 怎麼騙你 那進場 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有進場也有停歷 清楚明確 一看就知道嘛對不對 安裝也很方便 可以裝手機 裝平板 裝筆電隨便你裝都可以裝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不是你不能賺錢 我再講一遍 你的方法一定要改變 你的結果才有可能改變 懂我的意思嗎 對期貨選擇權 你有任何操作興趣的話 基本上除了我們的Light之外 你可以在臉書裡面搜尋真一傑 直接加入真一傑 加好友隨時可以交流嘛對不對 那臉書是我私人在使用的 你有任何期貨選擇權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這個 FB裡面直接跟我私訊 或者是加入我們這個 這個畫面上的一個怎麼講 Light Light呢 基本上結帥看到也是 本人親自的回答覆 那為了感謝全國投資朋友的一個支持 我跟這個玫瑰姐姐合作到現在 我們現在要更加的這樣 努力為投資朋友來打拚賺錢 所以我們現在推出了一個 期望股後二合一的專案 這個專案非常的便宜 叫188專案 這個188專案就是說 你可以把結帥的大碳級期貨系統 再搭配我們可愛玫瑰姐姐的 霸王花股票的訊息 全部都帶在身上 讓你的股票期貨全面出奇 這個畫面回到我們的兩人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跟玫瑰姐姐 在配合上面真的是很開心 玫瑰姐姐霸王花的這個股票 可以說是全市場獨一無二 所有的股票都在跌 大盤也在跌 只有他的股票最棒 所以投資朋友我想這個地方 我說我光我老王賣瓜 好像自賣 雖然你應該要打個電話進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系統現在是二合一 而且很便宜 這熊哥真的很便宜的樣子 我都常跟你講 那最重要是什麼 你現在心情應該不太好 因為今天的行情真的不好操作 我自己心之度 因為都七上八下 投資朋友今天輸錢的相當多 但是你記住這個系統有個好處 它不會亂變的 就是一個系統 星星 紅綠 然後你只會看阿拉伯數字 所以對你來講是很方便 把行情變超 尤其你在資金部會 如果已經越變越少 在這邊 我覺得你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 把這個電話博通 而且你也可以加入他的FB 他私人的FB耶 真的 投資朋友太有福氣了 Line的 那最重要是你要賺錢 不要忘記把行情變超 記得要把電話博通 來找我們結算就對了 那我們上半段節目到這邊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跟大家談八王話 記得要幹嘛 拨通電話就對了 好 休息一下 周期固定操作穩健 清除揭露完全同步 安裝方便輕鬆上手 讓複雜操作變得更簡單 希望超盤軟體全勝 請立即拨打諮詢電話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亞洲投顧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0800-370-888 又回我們這個單元 霸王花專賣店 讓我給你報告過 霸王花就是什麼 就是很會飛 周老師 花怎麼飛 就是很會飛啊 飛蓋有什麼意思 很會氣啊 很會長啊 尤其大盤在相對不好的樣子 霸王花會真的會保護你啊 真的投資房子真的有福氣啊 真的 你看今天大盤大跌260點 對不對 現在多少人告訴你 這行情要大跌 雖然你也心知肚明 這行情跌破越先 這你都會學過的東西嘛 但實際上 你看這行情在跌的過程裡面 大家你就看到 就是什麼 這行情大家都認為是在跌 對不對 要跌 但是我就告訴你 這行情不是 這是一個多頭的修正坡 它最好跌多一點 你的霸王花才有便宜貨可減 但是很可惜 霸王花真的連便宜貨都不給你減 我也沒辦法 別說我沒跟你說一句 就像我們7月15號 現在這行情要跌 我不是不知道 當然你可以說 因為美股昨天的大跌 那都是 都是 胡說八道 你自己看到這檔股票 我不是告訴你 它不是霸王花就是不是霸王花 你看大盤怎麼漲 它就是不會漲 對不對 7月15號同樣的 漲停板 多少在跟你講這檔股票 你買的是不是要找誰一樣 你找誰一樣 但是你看我的節目 只要這個新鋼 當然新鋼我今天也承認 我們也賣一下 大盤還有更便宜的霸王花 我幹嘛擔念一個新鋼 而且我們賺的也蠻多的 因為從這個 那新鋼你看尾盤就是不敢跌 任何人最低也不過37.7 我怎麼跟你談 就是35塊就可以了 既然30塊如果沒跌破 你隨便來找我 你看我節目都一直跟你講說 他的目標 雖然嚴格說 他的這檔股票 對何淮珍的團隊來說 他目標價都還沒達到 還沒達到 雖然他有賺不完錢 但是很可惜是嗎 他沒有什麼低檔可以買進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敢送給大家35塊 告訴你賣 但是你這個一來一往 別說我沒告知你 剩下 尤其是大跌的過程裡面 更還我的股票有個公道 因為你擁有辦法哪怕大盤的跌 這也不是真的也假不了 假也真不了 常常跟你講說 當然這個地方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的從股票裡面 賺點錢 但是畢竟你資金如果都熟啊 只能剩一點點 我真的常跟你講 你可以多看我們的節目 或去找結帥也可以 因為他會幫你的忙 不是我寫你的資金上 因為幣100萬的資金 很多是1000萬輸到100萬 你現在100萬如何變 變什麼 變倍數 所以一年裡面只要掌握到一兩檔股票 甚至像這個金鴻 這檔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就再來跌 它是144.5 它跌什麼跌啊 我帶你買的時候是80幾塊 甚至在94塊加碼的地方 你敢辦法 嚴格說這種股票 我們都不要想過去 來到高跌 我叫你什麼 不要追 因為短線本來就會苟嚴 常常會休息 但是到今天 以今天大盤大跌相對 144.5 你沒有賺100萬 沒有賺50萬 所以錢就這麼好賺 所以你不要小看 你的100萬很少 我也不是看不起大家 投資朋友知道 我很照顧大家 人稱玫瑰姐姐 我也是蠻 我也蠻體諒到你的心情 但是你為什麼變 是因為你的方法不對 你要記住在股市 唯有可以一種股票 你可以買就是霸王花 什麼叫霸王花 就是會持續創破 賺新高的 那為什麼會創破 因為它業績成長度相當的高 別人沒有成長 它有成長 這種股票就是拉回你找買點 大膽就怕它沒有跌停 不是跟你這樣講嗎 你要這種股票 你要賺個一倍兩倍三倍 太容易 嚴格說在金鴻今年的話 嚴格說 他應該也沒有成長兩倍 因為去年是賺一塊七毛一嘛 你大家也知道嘛 但是今年真的說他有賺五塊嗎 他不是約瑞賺五 為什麼他成長性相當的高 他可以超過兩倍三倍 你也知道他早就已經超越 所以你找到這種成長性的股票 你就比好人 好啦接著 有一檔小金鴻送給你們 我說老師買賣掉它漲停滿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坦白講 他嚴格說實在 我昨天承認他最低又四十七 代表他很強啊 他漲停滿 但是說實在這個地方會先收益 如果他沒有再跌下 我是勸你不要追 因為大盤有比他更便宜的霸王花叫炎通 他就是我跟你講小金鴻 跟金鴻同一個系列都是驅動IC的 這種股票真的說是 就大跌大買就好啦 因為霸王花很會很 就是很會飛啊 很會賺啊很會漲啊 所以這個地方你記住 這個地方再開始考慮一下 因為你也知道對稱型態嘛 大跌早買跌因為他成長性夠嘛 那嚴格說他這個股票應該今年有賺兩塊錢 如果不小心超過 因為金鴻他賺了這麼多耶 漲了這麼多 那這個股票叫小金鴻 記住 不要說我不要揉 那當然在金鴻休息的時候 在160塊就好 我就揉你一支鉤票 這支鉤票現在有電子子的 叫原泰 現在嚴格說他跟金鴻一樣 都是亞馬遜的概念股 我難道沒有跟你說過嗎 你摸著你良心自己想要看 我對你多 本來這個節目我都不想做了 結算邀請我的話 投資朋友在那邊靠西洋找不到我 尤其現在 我也知道大盤這個地方越來越難操作 常常什麼 常股指數越漲越多 投資朋友是賠越多 所以你要調整 尤其成了大盤 這次在整你再下跌的過程 你更要把它調整過來 我真的不是看不起你怎樣 實在是投資朋友 你在股市裡面是財富重分配 最好的地方 你有好的方法 你只要有棒的話 你不怕賺不到錢 而且棒的話我沒有叫你追啊 原泰你自己看 這種股票多麼牛皮啊 你要知道它的基本 我不是跟你稱 一檔小金鴻 是延通 你把它記得原泰什麼 就是金鴻第二 尤其大盤間大跌啊 對不對 一萬八本來這個地方 本來就會震盪 整數關卡怎麼可能不震盪 尤其美股又大跌 但原泰 你要買點低一點都沒有 最低不過86.7 我對你有好嗎 在這邊就送給你買吧 我們會員做見 那時候很多人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破盤價 我要結束一個 我們上一個節目的一個型態 破盤價 我就告訴會員說 你買82塊以下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來了嘛 但是我們不可以 甚至在這邊70 都在接 現在你 幫我76塊75塊77塊 隨便今天大盤大跌 你很怕 隨便去換一個鈔票 隨便賣嘛 隨便賺 對不對 今天賣到91.7 你說老師我運氣不好 早上看到玫瑰 我趕快賣錢 那也88塊 最低你賣到86.7 我當初送給你多少錢 你薪資肚明 我對你好不好 82塊以下全收 哪一個沒賺錢 你通通來找我報告電視機觀眾 只要你願意跟 真的你有跟上我的股票 所以這波的電子股不是誰要漲 或是電子股全部都要漲 都不是這個盤 你要找那種成長性最棒的霸王花 我就跟你強調 這波跟 我當初的 鋼鐵航運股非常強的時候 我特別就點你 7月份 你 我那時候買了一檔 6月份都買一檔金鴻 你也知道 平蓋股啊 為什麼平蓋股 大家都 都稀里花 都疊得不像話 只有金鴻大漲 所以代表這大盤 不是什麼股的問題 是選對的霸王花沒有 好了 這9期就先告一個段落 因為今天來到176.5 實在嚴格說 它這也不會大跌 它創波段新高了 所以霸王花的話 你不要急 你要很感謝很感謝霸王花 大盤有大跌 所以明天再跌 你要更高興 可是你現在有問題 我套了老股票怎麼辦 對 這個地方就有個問題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不要自己亂買股票 你只要記住 你知道什麼是霸王花嗎 你說老師什麼是霸王花 因為真的沒有人有霸王花 就只有我家有 你可以隨便問一下 什麼叫霸王花 他敢跟你講 還有霸王花 我才不 你隨便來找我 我才不相信 那是我家的專賣店 把我這個9期 跟你選出來9期之後 我剃不 好了 現在送你了 因為大盤有跌 這情況還是好股票 還是會持續創波段新高 然後還會飛的 140到15以下 考慮看看 你每次講的位置都不會來 就是因為你的錢很少 你要買那種相對很便宜的地方 你才會什麼 會大賺 該大賺一定要大賺 一個股票低檔 你如果沒進場 真的說你要賺一倍兩倍很難 但像這種整理的格局 我們要求不多 每一趟你給他賺個15% 河南之友 甚至有時候不小心 像是吉祥圈 嚇死人 有時候今天我已經叫我會員 不能再買了 賣掉 我跟你講 他幾支了 三支掌停板 以前當初跟你講吉祥圈 那時候要笑 那些股票都不會去 你想把他笑回來 我跟你講 還有這張股票叫5425的 都來不及跟你講 所以做人 喝新聞好棒 你看 93塊又來了 有很慘嗎 80塊跌破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你要全收了 那在直播節目 有更快跟你講的 大買點 有沒有持續再創破爛 他還沒有創破爛新鋼 但這張股票唯一的捷 籌碼太亂 因為各家人馬 追高殺地的大堆 你要跟著我來創 尤其手上有台辦的 你切記 不該亂 買賣點由我幫你做規劃 因為這檔股票當然 跟這檔2481的 強茂很有關係 但是我比較喜歡就是 因為業績兩個差不多 當然他們選那個 選台辦也不錯啊 包括自由叫你不要再桌 我說也是 送給你賺錢 所以什麼叫霸王花 嚴格說 霸王花就是要什麼 讓你買在乏人問進去 讓你賺個一倍兩倍三倍 都一點都不難 那接著到很多人在問我說 老師 那你每天這樣跟我們講 因為我很多的動作 都是你把我口訊帶到 一定給你笑微微 大賺小賺 該大賺你 我覺得不會少讓你賺一毛錢 所以接著當然這地方 也是配合我們這個節目的新型態 所以其 股票期貨全面出擊 所以你當然一百萬資金以下 你可以去考慮這個 大碳幾次 一起帶回去 兩個帶回去 那霸王花股票的訊息 明天準備了一檔 絕對會全面 會超越吉祥權的 我當時徐祥權捲出來的時候 說實在是不到30塊 我就知道 明天的吉祥權第二到底是誰 你只要把電話撥通 把手續辦好 二合一 而且二合一 買一送一就對了 這檔吉祥權第二 我親自會通知你 也祝福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明天見 謝謝 今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面付費專線 0800-370-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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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面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0800-370-888